科学家在矿洞中发现了一幅巨大的海骨 没人知道这具化石来源于什么生物 正当众人为此感到疑惑时 他们在海骨上找到一串寄生虫卵 而更恐怖的是 这些虫卵里面 其他的全都已经破壳而出 只有一颗还处于休眠状态 而山洞外面 一条巨大的沟壑贯穿大地 一路延伸至大海 大地的伤疤似乎在告诉我们 这只是某种巨兽行走的痕迹 与此同时 大洋彼岸的日本老乔接到了同事的电话 得到了检测到地震波动的信息 而这次地震波动的信息不寻常 正当他们认为这是菲律宾地震的余震时 突然 一阵剧烈的晃动 让老乔着急的喊人赶紧关闭核发营堆 但是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下面已经发生了核泄漏 老乔的妻子正是去关闭发营堆的人之一 眼前发生了重大事故 他只能头也不回的向后跑 但终究还是没能跑过命运 眼看一股气体汹涌而来 老乔只能忍痛 关闭发门 他跟妻子近在咫尺 不久后就阴阳两隔